歡迎大家又來聽我說中西人民精神 現在跟大家說說中國藝術裡面的文化精神 例如現在我們想說的就是間隔觀 唐君毅先生有篇文章說關於間隔觀 所以也介紹一下 首先由近代學者王國維的人間詞話開始講起 因為很出名的 在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裡面 他就討論到歷代中國的詞 他們的品評的高低 人間詞話這裡很出名 很多人都讀過 尤其是他在人間詞話裡面 講了警戒兩個字 提出警戒兩個字來講 他的評語就是認為 如果要講警戒的話 警戒的呈現 以不格為之上品 不格 即是沒有間隔 沒有間隔為之好 如果再推廣一點來講 他就認為一切審美的事情 都是要神諭或直觀 一切歸於 物我運言 再無間隔為之好 即是在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裡面 認為沒有間隔是好的 所以他覺得神諭、直觀、物我運言 這些境界是比較高的 有間隔就沒有那麼高 所以他就用這個間隔來評論他的所謂警戒的說法 這是在人間詞話裡面比較出名的一個說法 到底這個說法是否正確呢 現在的說法就不是… 即是現在不是說這個話題 暫時就不是討論王國維是否正確的問題 這只是引起的一個說法 其實一切自然的美 藝術的美 文學的美 人格的美 內容來說 內容來說 這個可以說是… 其實這個意思是很深廣的 不是說… 就這樣說幾句 這個… 警戒這樣就可以說得完 可以討論得完 所以這個… 不是那麼容易討論得完 內容 這個內容相當之深廣 這個… 現在想說的是… 其實就是… 無論這個美的內容是甚麼 但呈現在人的心目之中 這個… 最初都是關於人的間隔觀的 即是說… 起碼王國維也一樣 是一定對的 即是… 他的說法呢 可能可以爭論 到底… 美是怎樣 自然美 藝術美 文學美是怎樣 這些牽涉到很豐富的內容 這個… 這個… 是不是一定要神譽、直觀、物我雲言 這些… 這些… 這些都是牽涉到很多內容的… 討論的… 但起碼他有一樣呢 說得是對的 就是… 美的內容 要呈現在人的心目中 就是… 關於人的間隔觀的… 這個… 關於人的間隔觀 這個… 雖然… 黃國維也有提到… 神譽、直觀、物我雲言… 最後… 無所間隔 這是最後一個目標 最後… 境界到無所間隔為之最好 這個… 其實是… 一個… 一個間隔觀的… 一個步驟 一個步驟 這個… 這個… 就是… 由神譽、直觀、物我雲言 再無間隔 這是一個步驟 這個… 這樣呢… 現在呢… 嘗試說一下這個… 間隔觀的問題 不過現在就不是用… 就不是說… 完全是用這個… 王國維的說法 那… 所以跟王國維的說法… 這個… 可能不同的… 也不是針對王國維的說法來講 這個… 只是用了… 王國維所說的… 一個間隔的說法來… 去… 引起… 那個問題 來…討論 這個… 用間隔這個詞… 來… 去講這個… 美感的條件 起碼王國維有這樣的意思 這個… 講美感呢… 就要跟這個間隔有關的… 那麼… 王國維的說法呢… 就是要無所間隔 這樣… 那麼… 即是說… 美感的生出… 是需要跟這個間隔觀有關 那麼… 現在就先講一下這個間隔觀的問題 這個… 那麼… 現在我們要講這個間隔觀呢… 就是… 如果比較簡單地這樣講呢… 就是… 我們通常… 所說的… 所謂… 形神是一個… 美的境界或是對象 我們… 我們… 專注… 是一個美的境界 或是一個美的對象 令到這個… 美的對象呢… 好像… 在這個… 周圍的環境… 其他事物之中… 脫穎而出… 好像… 跟其他事物… 是… 互相隔離… 好像… 跟其他事物… 有一個距離… 這樣… 來顯示在人的心目中… 這樣… 就為之… 一個… 比較簡單地講的… 一個… 叫間隔觀 就是… 為什麼我們認為… 一個… 見到一個美的對象 或者一個美的境界 要講間隔觀呢… 就是… 因為… 通常一個美的景象… 一個美的對象 或者一個美的境界… 就是這樣… 就是… 我突然間覺得… 一件事很美的時候… 其實就是覺得… 他… 好像在周圍的環境裡面… 脫穎而出… 突然間出現一個美的東西… 美的對象… 這樣… 跟其他… 周圍的事物… 是有些間隔的… 因為… 他… 特別覺得… 那樣東西是美的… 那… 其他那些… 是… 我們… 周圍的東西… 這個… 我們… 就不會再… 注意在周圍的事物… 就注意在… 這個… 突顯了出來的… 脫穎而出的… 一個美的對象… 那裡… 所以… 就變成… 跟其他周圍的事物… 有所間隔… 有所間隔… 有些距離… 這樣… 就顯示了一種美感… 那… 所以… 這個… 簡單說… 就是… 人生出美感的… 一個精神條件… 就… 需要一個間隔… 那… 這種說法… 其實… 不複雜… 人人都可以明白… 這種說法… 但是… 一切美的對象… 都可以… 遠觀而不可竊喚… 可以欣賞而不可利用… 可以崇敬而不可歸意… 這樣… 這個間隔觀… 就變成… 有些深層的意義… 這個… 這樣… 就是… 這個間隔觀… 一個美的對象… 一個美的對象… 固然… 我們是… 有一個間隔… 而覺得他美… 但是… 問題… 就是… 我們這個… 始終要覺得他美的時候… 很多時候… 就是… 可遠觀而不可攝緩… 這個是… 離遠看… 覺得他美… 可以欣賞的… 這個… 是用來欣賞的… 而不是用來利用的… 如果你覺得他… 這件事… 就是很有用的… 這樣的時候… 就已經… 離開了那個美… 已經… 可以崇敬而不可歸意… 就是… 這個對象… 是一個崇敬的對象… 就不是… 你去… 歸意… 是依靠的一個對象… 因為… 一有些… 這些其他內容… 加進去… 你就離開了… 這個… 美的… 欣賞… 美的崇敬… 所以… 這個… 對於… 這個… 間隔觀的深層意義… 我們… 就要再加以探討… 這樣… 就需要一個間隔… 這樣… 很多時候… 才出現… 出現到… 這種… 所謂美的對象… 而… 在這個深層意義裡… 我們… 很多時候… 就會說到一個… 虛無的大用… 虛無的大用… 這個… 所謂虛無… 即是… 要對外面的事物… 有所遺忘… 對外面的事物… 有所遺忘… 的時候… 你的精神… 才可以凝聚… 那… 你就會凝聚… 在… 所凸顯的… 那個… 美的對象… 那… 這個… 就是… 對周圍的事物… 有所遺忘… 這個… 這個… 這樣… 這個… 跟著… 我們說一下… 這個… 審美對象… 審美對象… 可能有很多種… 不同的形式… 審美對象… 審美對象… 這個… 可以是… 一些… 好山好水… 名是美人… 可以是… 一瓶… 即是… 一個… 雕像… 可以是… 一首… 歌… 很好聽的… 音樂… 這樣… 之類… 這樣… 這些… 都是… 審美的對象… 審美的對象… 這個… 這些… 審美的對象… 都不是說… 你覺得她美… 覺得她好美的時候… 覺得她… 似乎… 不… 此曲… 不應…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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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覺得… 好美… 就是… 這種… 美的對象… 就好像… 憑虛而… 存在… 好像… 就是這樣… 存在在… 這個世界上… 不知道怎麼來… 凌空而… 呈現… 凌空而… 呈現… 好像… 突然之間… 就出現… 在這個世界… 就這樣出現… 突然之間… 就跟我相遇… 這個美的對象… 突然之間… 覺得她好美的時候… 突然之間… 就… 跟我有所相遇… 我就覺得她好美… 這個美… 就… 由我的心… 而感應到… 這樣… 這個美… 就有一種… 會心的感應… 這樣… 人之所以… 能夠… 以虛無為用… 那個… 內在… 要靠人心… 自身的虛靈… 德性… 要超拔於世俗… 在… 這個… 即是… 我們怎樣才… 即是… 這個意思是… 我們怎樣才可以… 以虛無為用… 以虛無為用… 即是… 剛才提到… 以虛無為大用… 對外面… 的事物… 有所遺忘… 精神才… 可以得到… 凝聚… 精神得到… 凝聚… 我們… 好像… 突然間… 遇到… 這個審美的… 對象… 這樣… 怎樣才… 能夠… 做到… 這個… 虛無為用… 這樣… 就有一些… 外在… 內在… 的條件… 一個… 內在… 的條件… 就是… 我們的人心… 自己… 要做到… 虛靈… 我們的… 德性… 要超拔於… 世俗… 人心… 自己… 不能填滿… 如果自己的心… 已經… 填滿了… 很多… 不同的… 內容… 有很多… 不同的… 成見… 有很多… 不同的… 在心裡… 有時… 很難欣賞到… 一些… 美的對象… 人的內心… 人心本身… 要虛靈… 德性… 要超拔於… 世俗… 人的德性… 亦都要好… 德性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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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好的意思是… 要超拔於…世俗… 球 exhibited,... 法例… 速呈不論… 西俗… 德性修養… 軍事修養… 跟隨… 德性修養… 德性修養… 這才算是… 修理習慎… 本意達到… 以前我這樣解釋ه…… 德性的意思… 內在的功夫… 內在的條件… 令人勇為… 另外還有一些外在的條件 外在就是要靠美的對象 自成一個界域 美的對象 剛才所說 他跟周圍的事物 好像有所間隔 跟周圍的事物分開 在周圍的事物之中突顯出來 脫穎而出 形成一個間隔 所以就是講美的對象 自成一個界域 這是一個外在的條件 就是一個間隔 形成一個間隔 所以這個美感對象 是需要以虛無為間隔 以虛無為間隔 這樣就好像 自己以虛無為用 這個美的對象 什麼是以虛無為間隔 這個美的對象 對象本身 好像能夠以虛無為用 什麼是以虛無為用 這個對象本身 能夠在周圍的 不同的事物裡 超拔出來 超拔出來 來到人的心目之前 就是以虛無為用 這個就是所謂 以虛無為間隔 以虛無為用 這個 即是說 美的對象 都是要將周圍的事物 為望 這樣才可以突顯出來 這個 這個其實 是人心的一種 人的精神的一種作用 所以以虛無為用 好似這個對象 在虛無 在周圍之中 超拔出來 這樣 其實是人心 或者人精神的一種作用 所以 一切美的對象 它越能夠有這種 以虛無為用的意義 我們就越容易 對這個事物 作出一個間隔觀 容易產生美感 所以這個 美的對象 它如果能夠 做到這個所謂 以虛無為用 這樣的意義 我們就越容易 產生一種間隔觀 產生到間隔觀 就越容易 造成一種 容易產生到美感 所以這個 很多時候 這個美的對象 就要在這裡做功夫 做一個間隔 和周圍的事物 要做到一個間隔 這樣 我們看這個美的對象 就容易感受到這個美感 因為有一個間隔 所以這個 很多時候 藝術創作 就是要看一些美的對象 要看一些美的對象 我們就要 形成這個間隔 可以下面舉些例子 這個 其實以前也講過一些例子 就是 譬如這個 畫 是有一個畫框 畫框 就是那個間隔 跟外面的世界 有所間隔 有所分開 容易 將精神 集中在畫的內容 容易形成一個美感 例如 例如 神像 雕像 有一個神鵪 圍著 這樣 跟外面的世界 造成一個間隔 這樣 也容易 產生到一種美感 或者一種崇敬 在裡面 這個 例如 戲劇 有一個舞台 舞台 跟觀眾分開 有一個間隔 所以我們會覺得 戲劇 是一種 有藝術的美 而房屋 房屋的設計 有長壁 有不同的長壁 圍著 所以房屋的內 和外面 形成一個間隔 我們就會集中看到 房屋的設計 美感 很容易看到 一般的事物 也有 例如 燈 有一個燈罩 這樣 將燈 和周圍的事物 隔開 這也是一種方式 另外 有些 中國文化裡面 會說到 所謂美人屯線 遮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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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時候 也有一種間隔 一種朦朧的美感 也容易看到 間隔 更加 覺得它是美的 或者 遲散影身 不拿著 一把線 就拿著遮臉 總之有些東西 間隔 會覺得 那個美人 更加美 根據同一個道理 間隔觀 形成一些間隔的形式 這些例子 都是所謂的間隔的形式 間隔的形式 對形成這個美感 是有所幫助的 所以 主要 講一下這個道理 這個道理 簡單來說 就是 令人的注意力 或者人的精神 集中在某個範圍裡面 形神專注 在審美的對象裡面 這樣我們便容易產生美感 這個 容易產生美感 所以 再進一步來講 這些例子 都是造成 這個美感 和周圍 形成一種間隔 這些例子 其實都是在講這件事 你講這個美感 這個美感對象 和周圍 是有一個間隔 有一個間隔 形成一種距離 形成一種距離 和周圍的市民有種距離 這樣 這個間隔 和距離 再進一步來講 這個距離 本身 本性是一種空間 這種空間 我們可以叫做 虛無 虛無 所以剛才一開始 就是以虛無為用 就是說 這個間隔的本性 就是虛無 就是虛無 這個空間本身就是虛無 就是令到人 遺忘周圍的事物 令到周圍的事物 好像不存在一樣 而令到這個美感對象 可以顯示在人的面前 就是憑著這個虛無 這樣的存在 令到這個這樣的事物 這個美感對象 凌空而呈現 這個就是所謂叫做 以虛無為用 這個就是叫做 以虛無為用 所以這個 譬如這個戲劇 戲劇 這個戲劇 就有 剛才說過 就是有一個舞台 這個舞台 就有這個間隔的作用 跟這個觀眾 或者跟這個 現實世界 其他周圍的事物 有所間隔 這個舞台 但是可能 只是有一個舞台也不足夠 很多時候 舞台也要再加一個布幕 這樣 再加一層間隔 可能這個 加一個布幕也不足夠 還要再加一些燈光 這個燈光 正是照著舞台 這樣 只是舞台光 周圍就是黑的 這樣 用這個特別的燈光效果 令人集中看著那個舞台 這個就是令到周圍的事物 就變成好像不存在 這個就是 所謂虛無 以虛無為用 的其中一種方式 這個 就會集中精神看著 舞台上的戲劇 你容易感覺到 這個戲劇的美感 這些設計 這個 就這樣說 例如燈光設計 其實就這樣說 好像很實在 一些很具體技術性的東西 很實在 但其實 如果我們再講深一層的道理 其實就是 要造成間隔 這個燈光 其實就是要用來造成間隔 造成距離 令人忘記了舞台外面的其他事物 這個這樣的方式 就是間隔 間隔就是以虛無為用 所以 這個燈光設計 其實都是以虛無為用 你說深一層的道理 就是以虛無為用 所以這個 間隔或者距離 這個就是以虛無為用 以虛無為用 就容易形成美感 所以這個道理 其實就是 人人都會明白 其實人人都會明白 這個道理 沒有分古今中外 這個大家 即是 古今中外 這個道理是相通的 這個 無論看戲劇好 看圖畫好 看舞台演出 好 這些美感經驗 其實 不一定是說 要靠一些很深的藝術修養 才可以看到那個美感 一般人都可以看到的美感 一般人都可以看到的美感 不一定要學過很多藝術理論 才可以看到那個美感 古今中外的藝術家 亦都能夠由這個間隔 虛無 這個道理而形成美感 即是所有藝術家 其實他們未必會講這個理論 但是他們做到出來的 這個藝術的美感 很多時候就是要運用這個間隔和虛無 來形成這個美感 剛才說過 那些畫有畫框 一個神像有一個神音 戲劇有一個舞台 房屋也有牆壁 燈也有一個燈罩 這些其實沒有分古今中外 這個不需要一些很深刻的藝術 讀過很深刻的藝術理論 都做到的 都形成到 由此而形成一些藝術的美感 所以說這個間隔和虛無 這個道理是無分古今中外 雖然這個道理是無分古今中外 但是唐君藝先生他認為 真正能夠自覺到這個道理 自覺到這個真理 能夠隨處運用這個道理 或者隨處應用這個虛無 而形成藝術美 中國人比較擅長 道理是無分古今中外 但是能夠自覺到這個道理 而根據這個道理 而去做出這些藝術的美感 中國人比較擅長 這個唐先生在比較中西文化的時候 他得出的結果就是這樣 中國人比較擅長 中國人之所以能夠擅長這樣做 就是因為中國人同時擅長運用 這個叫做將這個虛無進入實在 由虛無進入實在 由無而入有 擅長運用這個由無而入有 令到這個虛無之用 虛無的作用 那個意義可以直接呈現在 美感對象的內部 這個道理就有點複雜 可以舉個例子簡單 講一下 以這個房屋為例 這個 無論中國或者西方 都有這個花園 這個 或者圓林的設計 這些都有的 這個 每一個花園或者圓林 都是自成一個世界 但是傳統中國文化 它重視的圓林 很明顯是比西方人多 這個 這個 就是傳統中國文化 相對地比較重視這個圓林的設計 這個 西方人呢 做那個 這個 花園 那個重視 或者那個設計的程度 相對地 是沒有中國文化 那個傳統那個 那麼重視的 西方近代 就比較重視 那個圓林設計 西方文化裡面 近代 相對地 比較重視這個圓林設計 而且它的圓 不過呢 我們也看到 西方近代的圓林設計 亦都很受中國文化的影響 這個 亦都是人所共知的 一種藝術設計的影響 變化 所以這個 如果在比較中西文化來說 這個 傳統西方文化 和傳統的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的那個 重視圓林 那個 是 相對地 是大一點的 這個 所以這個 唐先生覺得 這個在這個 中西文化比較裡面 中國人 其實是相對地 比較擅長 運用這個 所謂虛無之用 這樣 就 剛才 另外一個 例子 講房屋的例子 就是 這個 傳統西方的建築 傳統西方的主要建築 就是 教堂和堡壘 在西方文化裡面 剛才說到 中國文化 比較重視圓林多些 西方文化 那個 講這個 建築 相對地 就著重 講這個 教堂和堡壘 又不是講圓林 這個 教堂 那個建築模式 就是高聳入雲 以天上面的太虛滄亡 作為這個背景 寶壘也是很高的 速納在山江上面 以這個大地的空曠 作為背景 周圍要在空曠 這樣 教堂和堡壘 所產生的美感 也是好像西方繪畫裡面的陰影 都有一種間隔的作用 可以突顯出這個 教堂和堡壘 所以 亦可以說是以虛無為用 以這個虛無的背景 剛才說過 以天上面的太虛滄亡作為背景 突顯出這個高聳入雲的教堂 這個亦都是以虛無為用 以這個大地空曠為背景 而見到的堡壘 可以說是以虛無為用 可以說是以虛無為用 他們都有的 都有以虛無為用 的建築 但是 我們看到 教堂和堡壘 都不太重視這個窗 這個窗 所以這個很少窗 很多時候 那些窗也很小 所以 無論是教堂 或者堡壘 也好 很多時候 就顯得很質實 而不夠空虛 因為 覺得窗很少 但是 中國的圓林 那個佈置 我們之前說過 有曲徑通幽 泉石流水 亭台流閣 全部都有窗 很多窗 有欄杆 有回廊 全部都可以 用來迎接湖光山色 看得通 全部都 鳥與花香 全部都是根據 由虛入實 由無入有的道理 來佈置 所以 中國著名的圓林 這個 總是有很多窗 這個跟西方不同 所以 這裏 中國著名的圓林 會比較 盡量要求 表現虛無之用 好 這樣就 關於 中國藝術 中國圓林 如何 應用虛無之用 而形成 這個美感 可以下次再跟大家 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今天就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